是这样子频道 这一颗是我很喜欢的兰花之一 这个是黄花石虎 黄花石虎是原产在台湾原生的一种 石虎兰之一 那现在呢 因为野外大量采集的关系 现在在野外族群变少很多 不过我这个是人工种植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长 你看到这么长 你看到这颗 好大一颗 非常非常的长 那这颗呢 是台湾的黄花石虎 黄花石虎呢 开花季大概是现在 4月接近5月的时候 那这颗今年是没有拍得很好 因为被有丢在比较热的地方 那黄花石虎其实它是一种 可以在平地种植的 很良好的一种石虎兰 但是它要看个体 像我有一个个体 它长得不是很好 就不太适合我这里的环境 但是有个体长得非常好的 就是之前从人家买过来 然后长出了高牙 然后在这里繁殖下来的 在这里繁殖的非常非常的好 长得非常非常壮 那像这一颗呢 是人家种在平地很久的 然后我收进来 今年也长得还不错 然后还有来开花 你看这个都是它的花芽 那如果种的好的话 这种可以种的粗粗壮壮的 但是我这边就是种的 比较细一点点 因为这边的湿度不够 我发现红花石虎很喜欢湿度 像我之前种不好的 我丢到朋友的圆子去 它那个圆子有个特色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就会起 就晚上的时候就会起那个 水雾的样子 就是湿湿的 那不管是冬天或夏天 都会产生这个状况 那所以那边的温差非常大 那温差非常大的时候 它这种金就会膨起来 就会变成很膨大 很健壮 那真的是一个环境上的问题 我们这里就是没有这个环境 不过还是种的活 只是种不好而已 如果这种 我如果这一棵丢到它那边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变很巨大 因为它那边的环境真的非常适合 这种食物兰类的 因为它食物兰我觉得它需要一点点 温差加上夜晚的湿度 它会长得非常的好 那我这边就没办法 所以就是只能将就种一下咯 那黄花食糊其实它 有人把它拿来当药用 有人就是铁皮食糊 黄花食糊都是药用食糊之一 那像在中国大陆那边 有人专门在种植这些来吃 那所以你常会听到什么铁皮食糊 霍山食糊 都是它的亲戚 可是铁皮跟霍山不好种 说真的 没有黄花好种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的铁皮 种的不是非常的好 长得不是非常的健壮 但是黄花长得还OK 可以接受 那但是尤其是霍山 基本上霍山怕热 所以在南部应该是种不太活的感觉 所以我之前本来想要跟朋友买霍山的时候 他说你考虑清楚 应该是种不活 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买了 那其实你看那个黄花食糊 它刚开的时候是偏绿色 过来它会转成红色 所以你看到这个刚翠绿色的颜色 表示它刚开 然后慢慢转成黄色 像这个就已经开始转黄色 那中间会有一个猴 黄色的猴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每个个体不太一样 有些猴很深 有些猴比较浅一点 像这个猴就比较浅一些些 但是它的猴算是颜色比较重的 然后它的猴没有很大 我之前有个个体猴很大 那现在放到朋友的原子去了 因为重了很糟糕 不过它现在那个原子现在活得非常的好 活得非常的健壮 所以没办法 OK 那环境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那这种种的好吃 它可以整株全部都是花 我之前有种过 个体是整株全部都是花的 但是后来还是死掉了 实在是不太适应这里的环境 它的环境就是长不好 然后不会来新耕 非常的麻烦 但是适应下来的环境的 黄花食物就还蛮容易长的 就还蛮健壮 像这一颗就还蛮健壮的 那当然如果你给它更好的环境的时候 它会长得非常的粗壮 但是没办法 我们这里的环境就只能这样子 OK 那它是不定期来 就是它不是固定从哪边来花的 它像这个捷尖都会来花 捷尖都会来花 那它也很容易长高牙 红花食物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非常容易长高牙 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出现高牙个体 像我这边之前也有高牙 就把钉又把钉回板子上去了 那希望它长得更大 更茁壮一些些 那它有一个好处 它不用节水 它冬天不用节水 因为它原产地在 那个 花宜兰一直延伸到台东 那宜兰到台东 有一个很重要的 天后的状况 就是冬天会下雨 冬天会下雨 因为吹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它是少数不用节水的石乎兰之一 就是它就会开花了 那节水 是它冬天 它春天会长一次牙 秋天会长一次牙 所以它长速算蛮快的 那它又不用节水 所以它其实是蛮有趣的一种石乎兰 少数我觉得是不用节水的石乎兰之一 那每年就会固定的开花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的花质非常的好看 那它的花也是蜡植性的 大概可以一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那它慢慢从绿色一直转成 转成那个淡黄色 其实还没有这个都刚开 那过一阵子我在拍那个黄色的状况给大家看 就是它那个颜色会转成那种黄色系列 就感觉不太一样 那等到转到真正黄色的时候 它就变成黄色的花 现在比较偏绿色的花 那所以我们家叫黄花石虎 那它亲戚就是大陆的铁皮石虎跟霍山石虎 那一类就是它的亲戚 OK 那今年所开花就是它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有花 今年开的不是很好啦 这一棵 那这棵是非常的大棵 新年 而且因为它被鸟咬的关系 所以今年长得不是非常好 你看这个都被鸟咬掉了 这个牙 就是鸟今年就在咬它 它当仙草吃没办法 OK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